为什么呢 所以这个比喻我们容易懂 就算我们今天往生 没办法达到上上品的 没关系 只要你能够保持那个心清净 念佛功夫成片 最低的 你都能够往生西方解决的世界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你要保持 天天要保持 所以师父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遇到境界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 跟我生死无关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每次遇到境界的时候 看到我一些 有时候很烦 赶快转过来的 这个跟我往生西方解决的世界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你干嘛放在心上呢 那鱼吃 我常常这样的想 我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的 看到人家在讲我们不好的话 跟我念佛有关系吗 跟我往生有关系吗 没有 那我干嘛想他呢 事情就转过来 很容易的 刚开始真的很难 但是谁人难 但是谁人难 我们要学 真的 有时候真的 念佛起来 说容易就容易 说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真的看到一位老人家 人家怎么骂他 人家越骂越大声 他念佛号越大声 你真的骂他 他在一个道场 做义工 做什么义工呢 香鸡煮 煮菜的 每次看到 那个烟家对头 看到那个烟家对头 他在骂他 越炒菜越骂 他越炒菜越大声 所以有时候 如果有一天 你在这边做义工 做三十七年 不是要搬东西吗 你看我们 金钟学会 十几年来 下来 每一次 礼拜六礼拜天 我在外面看你们 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阿弥陀佛 大师大悲 赶快把这个道场建起来 要不然可怜 你看你们 那你看 礼拜六 礼拜天结束了 礼拜六搬过来 礼拜天又搬回去 搬了多少年 还将近二十年 真的不容易 说实在的 但是 这个是一种修行 你把这个椅子 当做什么 当做阿弥陀佛来搬 功德五量 对不对 你把这个椅子 当做阿弥陀佛来 搬没事 像刚才师父看到 人家搬这个拜殿 明明等一下要用完了 又搬回去了 当做阿弥陀佛 抱着阿弥陀佛 没事了 真的 所以修行 很简单 只要能够用对的地方 一切 一切境界当中 无论在境界当中 逆应 善缘 都能够变成我们的功德了 那这个修学 就不得了了 就算我们今生不到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那个福报很大 真的 那个福报太大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心 水能够越清净 往生的品位就越高 我们要保持这个 这个感应就越来殊胜 这个是肯定的 不用怀疑 而且最殊胜的 就是能够正得上上品往生 那这个感应就不可失忆了 所以一个人念佛的品位高效 不是在念佛堂去培养的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培养的 你看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净土生寻录里面的 在往生传里面的 真正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佛堂 很少 一万当中有说 找不到一两个 里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哪里 在生活 所以我们一定要 有道理 所以很多人误解我的意思 师父说念佛在生活 所以回去 该开音乐的开音乐 该跳舞的跳舞 该喝酒的喝酒 那个不是我的意思 你要先在这边 说清楚一下 不然的话 那个师父 师父说 念佛在生活 从今天开始 不到念佛堂了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啊 看我们的境界 看我们的上根 如果我们的上根 是下下品的 下下根的 那千万还在念佛堂 比较好了 因为我们没办法啊 遇到境界的时候 真的好辛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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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